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大夫送走了 大夫怎么说 七九 四爷 快扶我 快扶我 起来 别起来 四爷 起来 四爷 刚才 刚才大夫说了 您的病很快就好 伤得不重 七九 你别糊弄我了 我知道四爷的 杨寿近了 该去见 胡姑娘的 爹娘了 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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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我不好 我连累了您 四爷 求求我对不住你 别哭 四爷 临走前 还要嘱咐 你们一句 世道先莫 千万要 当心 四爷 四爷 你放心吧 我和七九 都记住了 汪爷 有人来 说是王府的人 四爷 怎么样啊 秦四爷 请 王爷听说您受了伤 可以让我们来看看您 是啊 您是为王爷受的伤 王爷过意不去 让我们送些银子来 是给您治伤的 请把银子拿走 七姑 我亲死天生与官府无缘 请你们走 七姑 走吧 七姑 走吧 我亲死是为你奉七九死的 不是为王爷死的 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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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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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能杀他 我必须留个活口 可现在你们要把他带走 我不放心 这有什么不放心的 把他交给李中堂 他要杀的是王爷 中堂大人会处置他的 是啊 由王爷做主 中堂大人绝对饶不了这条狗的 可俗话说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这条狗的主人很厉害 我看王爷也未必敢惹他 七九 把那东西给我 你们二位看看 这就是那条狗戴的护身符 是太后的金簪子 对呀 这东西怎么会在他的手里 莫非老佛爷真的要杀王爷 我看宝宝 这金簪子 是在你大宗官手里 太后是不是要杀王爷 我闹不清 可眼下被杀的是秦次爷 他们要是把这个畜生给放了 我们怎么能够对得起秦次爷呢 我说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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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我说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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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四爷 他死了 他是为我风七九死的 我风七九对不起他 说到根儿上 他是为我风七九当替身死的 如果我不当这个替身 不装这个假王爷 也不会给四爷招来这杀身之祸 他死了 我 我真不明白 我实在是不明白 我风七九当这个替身 是对还是错 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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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事情已经到了这地步 我们两口子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 不过 秦四爷的仇一定要报 凶手必须要杀 不然的话 我风起酒绝不再当这个体神 中堂大人到 快走 中堂大人 有劳您连夜过府办案 老父亲和王爷都在客厅等候 请 老臣拜见老福晋 拜见王爷 中堂大人辛苦了 快快请坐 谢老福晋 中堂大人请用茶 谢王爷 谢王爷 中堂大人 那凶手有口供吗 难道太后真的要加害本王 不 据本官判断 太后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做 此凶手现在俄国公使馆当差 他一口咬定 太后的金簪是李大总管交给他的 看来他把金簪当成他的救命稻草 眼下李大总管已经回了西安 无从调查 即使调查他也绝不会承认的 请问大人 在这种情况下 你如何处置凶犯 押送保定大牢 暂且关押 为何不杀 臣不敢杀 为什么不敢 因为他手里拿着太后的金簪 他要杀害本王 这么大的事 难道就算了不成 请王爷息怒 罪犯不足为惧 可他手里的金簪却重死千金 无视金簪即使无视太后的权威 要是太后怪罪下来 老臣吃罪不起 请王爷体谅老臣 那好 你不杀 我杀 张文贼 奴才在 是 把那个凶犯官处置了 这 等等 王爷 我看中堂大臣的话 说得有理 上头那位最恨的 就是不把他放在眼里的人 这事要是让他心里接了疙瘩 他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次不过死了个小民 咱多给他点银子也就是了 还是稀释宁人吧 咱多给他 让他庆 Android 打电话 然后 为何 好 像 我 老臣告辞了 慢走 中堂大人 请留步 奴才满旗姑 有话禀告中堂大人 奴才也有话要禀告 起来说话吧 是 什么事啊 禀 禀中堂大人 凶犯所杀之人秦寺 是王爷的替身 风起酒的挚友 秦寺为救风起酒而死 所以风起酒有言在先 如大人不杀凶犯 风起酒将不当替身 请大人替王爷出使的安危着想 中堂大人 王爷出使在即 凶急难料 有无替身 关系到王爷的生命安危 和出使的成败 王爷 望大人 散思 尔等危言送听 王爷的安危 岂是一个替身可以保全 你们既然是王府多年的家奴 就应该多为王府的前途着想 有没人家永远 是 有没有人家 兄弟 使得 帮我 家人 吃饭 请 太阳 你 不是 恼 我 是 是 你 快回来 请老夫君恕罪 请老夫君恕罪 你们俩疯了 还不过一边去 是 中堂大人 失礼了 请吧 医长兄弟 Joanne 封怡 军 我 遠矽 边 到 时 葛 大官办大事 可此案牵执到您 我要到别的衙门去告状 怕对您的名声不利 你 好 本官倒要听听 本案对本中堂究竟有什么不利 你说吧 谢大人 小民一要状告 企图危害亲王的凶手杀死秦四爷 二要状告 李中堂李大人 无视国法包庇凶犯 影响亲王初始破坏议和 放肆 大胆 儿等懂得什么国家大事 竟然胡说八道 来人 在 把他们两个轰出去 走 走 住手 李中堂 你不要欺人太善 对付洋人 你们一让再让 对付老百姓 你们却一押再押 金字爷他死了 可他是为了你们王爷死的 他虽然是草民一个 可那也是一条命啊 他不能就这么白死了 在你们这些当官人的眼里 老百姓的命就这么不值钱 就这么气够不如吗 今天我算是看透了 我说 七九 七九 起来 咱这状不够了 这几事 咱也不当了 明天 我们就把这张壮事 贴在前门篓子上 让天下人都看看 你们朝地是什么东西 什么出事啊 何谈的 去探娘们赞吧 对 走 把他切前门篓子上去 他们当官的 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咱们管他干什么 走 走 等等 虎姑娘 你这样做会坏了国家大事啊 不 坏了国家大事的是你们 七九 咱们走 好 站住 虎姑娘 此事非同小可 千万不能莽撞啊 你们刚才责备本官的话 本官不会怪罪你们 这本来就是实情 你们生命大义 不为生死替王爷当替身 本官从来就不小看你 可是你们还不真正的知道 朝廷的权势的威严 这小小的金簪 它代表着当朝最高权力的象征 不仅关系到本官的命运 也会关系到二位的生死 和王府的安慰 虎姑娘 本官说这番话 要你们顾全大局 不要感情用事 保护王爷出使成功 立国立民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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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厂大人 能不能把这个金簪再给我看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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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怎么把金簪扔到井里去了 什么金簪 我没见过金簪呢 中堂大人 您见过金簪吗 看来中堂大人也没见过什么金簪 对吧 对 对 对 本官没见过 请问王爷老附近贵府见过金簪吗 没 没见过 本府从来没见过什么金簪 起估张文质 奴才在 奴才在 你们俩见过什么金簪吗 奴才从来没有见过什么金簪 没有见过 看来金簪之事 纯属无济之谈 来人 大人吩咐 将凶犯装入麻袋沉入后海 喳 起兵王爷 老附近本官告辞了 大人吩咐 中堂大人 慢走 舅爷 你刚才使的是什么计呀 这个叫打狗计 咱打的是没煮的狗 那打死了白打 活他妈的干 对 对 活他妈的干 小明拜见老夫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多谢老附近 多谢王爷 其舅 你真是又历历一功了 玩点小花活 蹦的什么 中堂大人临走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 中堂大人他说 他说活他妈的干 他说活他妈的干 我做什么事 他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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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话 他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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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 他说话 我说话 他说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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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以卑职所见 德国公使提出要与王爷相见 还要把王爷介绍给各国公使 他们的用心很值得我们注意啊 他们想干什么 卑职以为 德国人并不是不相信俄国人想捣乱 这其中定有阴谋 阴谋 什么阴谋 王爷您想 那俄国人的奢势让咱们的奢势让咱们给杀了 那俄国人的奢势让咱们给杀了 他们能甘心吗 如果德国公使把王爷介绍给各国公使 俄国人肯定会去 这不但使俄国人当众暴露 还给德国人一次认清自己的机会 这是想拿咱们当靶子呀 王爷说的是 德国人摆的是鸿门宴 王爷 您可要当心呢 启禀王爷 要真像张大人说的那样 这宴请王爷 您不能去呀 是啊 不去 那不就伤了德国人的面子吗 咱可还要去德国呢 那就只有请九爷出面了 不行 咱不能动不动就把人家往刀口上推呀 卑职是为王爷的安危着想 还是那句话 是福不是祸 是祸多不过 还是等德国人下铁策的时候再说吧 太糟糕了 糟糕 阁下我们应该派兵包围王府 逼他们交出失踪的人 不不不 那样做太愚蠢了 难道你想让各国对我们发出质问吗 想证实我们比过奸细刺杀特使吗 不不不 吉诺夫这样做太愚蠢了 那难道我们就这样算了吗 不 别忘了他们绑架的毕竟是中国人 那就让他们继续自相残杀 你们要日夜不停地守候在王府的周围 不惜一切干掉他们 快点去吧 快点去吧 这 那边那那个磨菜刀子常来吗 奴才从来都没见过 过去记住模样把人轰走 快去 这 我跟你们说呀 现在世道这么乱 你们两个女孩子应该学一点武功 得会两手 以防万一 我们先教你们一道 那怎么学呀 你们看着 我来教你们 要是有人从后面帮助你们 你们怎么办 好 齐九 过来 好嘞 什么事 抱紧我 从后面抱得紧一点 大白天的 多不好意思 少废话 让你抱你就抱 快点 那我就不干去了 把你抱紧一点 不许 要是有人 从后面把你们给搂住了 你们俩千万不要惊慌 首先把腿蹲下来 看着 一二走 我 我说 醒醒 醒醒 上 痔痔 撞了 你睡觉 谁 你睡觉 我睡觉 你睡觉 你睡觉 我睡觉 你睡觉 你睡觉 有 technology 你睡觉 我睡觉 废话,不晕过去,这挺用吗? 虎姑娘,这个枫叶她这是怎么了? 她睡着了。 睡着了? 不会吧,怎么睡在这儿啊? 枫叶,枫叶,您,您醒醒。 枫叶。 又来一事吗? 枫叶。 枫叶。 怎么了? 您还在这儿睡呢,外面都在传说,德国人还要给咱们摆红门宴呐。 什么? 红门宴? 可不是吗? 这报纸上都蹬出来了。 张文质。 奴才在。 你说,真有可疑的人在大门外? 是啊,咱们王府外面从来不许商贩停留。奴才见他们行迹可疑,就让人给赶走了。 他娘的。 这俄国人派出刺客,这德国人又虚情假意。 唯恐拿刀的找不着剥梗子。 合着咱们成了破骨万人锤啊。 了。 我而是更好。 秦秦、张义拜见王爷。 请你来,封离王爷,德国人给下来请帖。 不行 不能去见他 还想介绍给所有的养人 这不是成亲让王爷当谎的吗 为老夫记者 这些外交应酬也许是难以避免的 我不管他什么外交不外交 这王爷还没动身 不起酒就屡遭暗算 再也不能有什么闪失了 王爷 殷昌倒有个想法 不知该说不该说 说吧 这 卑职以为 这临行前的见面 是躲不掉的 不如趁此机会 我们可以察言观色 咱们也好了解一下各国人的心思 这不是找事吗 骑兵老夫记 卑职以为 这正是检验九爷能否胜任的机会 同时 同时也使 也使卑职能借此决策护卫事宜 卑职也有此意 想看看九爷 有没有能力胜任外交的重任 王爷 我们准备了风起酒 就是为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让他充当替身 借王爷之危难 王爷 您看 好了 别说了 既然非去不可 那我就去 你们做好护卫 严家戒备就是了 这 你说这王爷让大总管把咱们叫来 可咱们在这儿候了半天了 他怎么不让咱们进去啊 让你候着 你就候着吧 别把资格当人似的 既然夫爷 就少不了我风起酒了 不行 我得进去看看 回来 给我回来 这事要小心从事 是 二伯大人 二伯大人 你说拿我风起酒当外人了 是不是 大国家 大国家 来来来 这鸿门宴 到底怎么个副法啊 我说 这德国人的主意上咱们猜着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您别含着露半截啊 对 别露半截啊 您说 咱们那边弹去 走 快来来来 来 走 我的大管家呀 您可把人给急死了 快说吧 说 这事为什么说 德国人摆的是鸿门宴呢 是啊 鸿门宴这出戏我听过呀 这个吕后啊 就像这个德国人 别吹行不行 那天啊 张义章的人拿着李中堂的信 把俄国人想破坏王爷出使的事啊 都啊 这一板一眼的都跟德国人说了 你说这李中堂真多此一举啊 他没事跟德国人说这事干什么呀 他们不会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 可是德国人不相信 就提出了要求 要宴请王爷 为王爷践行 还说啊 要把王爷介绍给各国公使 您说这里头少得了俄国人吗 他娘的 这是想把咱们端给俄国人 好在一边看笑话 就是啊 是啊 俄国人想让咱们大清朝跟德国人掐 可是德国人想让朝廷跟俄国人掐 那我 哎呀 闹来闹去的 倒成了咱们招貌斗狗的了 对啊 可不是咱们的 这是拿咱们当猴耍 我 哎呀 我说老管家 这王爷不能受这寒臣 要耍让他们耍我好了 张的人呢 和殷的人也都有这意思 可王爷跟老福尽都没答应 哎 哑巴相亲 没得说 咱们就是干这个来的 我说九爷 叩敬老福尽 年礼 老福尽您请 都坐吧 坐 我说九爷 你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 想当初请九爷你当替身 是担心德国人扣下王爷当人质 要挟朝廷 可这次跟德国人打交道 是在京城 不能再让你们冒这个险了 哎 说实在的 自打你们夫妻俩进府 我这心 常一沉一沉的 虽说我们吃黄粮 头上戴着铁帽子 可九居王位 纵然不知百姓之心 也明白为官的不义 总觉得为他人的天下卖命不值得 你们进府以后 张口中国人 闭口国家 可朝廷又给了你们什么 你们把中国人的志气 看得那么重而又重 将洋人的欺辱 视之忍无可忍 这让我们看了心中有愧 想起来又居心不忍 绝不能让你们 再平白无故的去冒险了 朕要是认出你们来 他们要是想处置你们 必加害王爷 要省事的多 朕要是想复了吗 啊 啊